大家好 这节课分享一个基础知识 当我们登录wordpress后台后 再访问网站的前台页面 会发现每个页面的那个顶部 都会有一个小黑条 上面有很多工具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编辑当前页面 但是有的同学不喜欢这个小黑条 想隐藏 这个黑条的开关是在wordpress的后台 左侧菜单里有一个用户 不是设置啊 是用户 点击后右侧会出现所有的管理员 编辑你登录的那个管理员 找到工具栏是否显示的这个选项 勾选是显示 不勾选是隐藏 然后再拉到页面的底部 点击更新个人资料 保存设置 然后在前台刷新预览就可以了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还请 帮Da 合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